荷兰5号遭到了强烈夏季风暴的侵袭 风速飙到每小时146公里 树木被连根拔起 有一名荷兰富人在车内 被从天而降的树木砸中 送医不治 临近的德国西北部也传出了灾情 造成一人丧生 狂风暴雨也让交通大打劫 荷兰北部的铁路运输一度停摆 安姆斯特丹 史基普机场 超过400个航班被迫取消 海边刮起超级强风 让人站不稳 男子眼见苗头不对 迅速折返 狂风暴雨直接朝脸上袭来 模糊了视线 原本打算来海边风筝冲浪的民众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狼狈地逃回到车上 荷兰5号遭到夏季风暴侵袭 风速飙到每小时146公里 树木被连根拔起 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 对北荷兰省发出最高等级的红色警戒 呼吁民众不要外出 北荷兰省的哈伦 一名51岁富人在车内被树木砸中 救护人员赶到后 对他实施心肺复苏数 送医后仍回天乏树 强风暴雨也造成交通大打劫 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 超过400个航班取消 荷兰北部火车一度停驶 青岛的树木跟翻覆的卡车 也让高速公路堵塞 风暴过境后的首都阿姆斯特丹 街头一片狼藉 一辆停在运河旁的乡行车 被青岛的树木砸个正着 车头扭曲变形 停在运河上的船屋也不能幸免 到处都是坍塌的树木 跟四散的树枝 在街上行走变成障碍赛 消防队员忙着用电锯锯断树干 进行灾后复原工作 临近的德国西北部也传出灾情 靠近德河边界的瑞德镇 有一名行人被树木压到丧命 索性5号下午风暴威力 已有所减弱 无联者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